而台湾民主基金会今天下午召开董事会 按往例会接任董事长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却请假了 因为他同一时间在立法院接待外宾 但卡韩消息不断 传出韩国瑜没收到这次的开会通知 对此身兼代理董事长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 其实曾在4月2号拜会韩国瑜就已经当面告知他了 10号要开董事会 并且也获得韩国瑜谅解 而基金会表示虽然韩国瑜没出席 但开会结果确定是由韩国瑜担任董事长 走进会客室没有多谈 立法院长韩国瑜10号下午接见来自美国的智库访问团 薛瑞福主席一行人 但其实同一时间 韩国瑜即将接任董事长的台湾民主基金会 正在召开董事会 上午2点半前 董事陆陆续续进到基金会里头开会 韩国瑜接待外宾而请假 有代理董事长外交部长武昭谢主持 但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长已经两个月 却迟迟没就任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卡涵风声没断过 也跟他说明过就是惯例上 立法院的院长 就是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其他的这个想法 本来立法院院长就是我们当人的董事 那我们也希望他可以赶快来开会 虽然韩院长没来还是顺利改选成功 不过这次董事会也传出 韩国瑜根本没接到通知 到底有没有收到民主基金会的书面 开会的通知呢 4月2号中午1点15分的时候 我去拜会了韩国瑜院长 那也跟他当面说明说 我们这次要开董事会 董事会的议程以及重点 那也获得他的谅解 韩国瑜一期6月中就会进行交接 接下来还将由他指派执行长 由董事长去宣布他的执行长人选 韩国瑜一再表明了他的执行长人选 这点大家大概心中有个数吧 董事会决议确定由韩国瑜担任董事长 朝了两个多月的民主基金会改选 暂时告一段落 继续放网聪明台北三夥导